今天是第一天 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平安 很高興今天可以一起跟我們在這邊敬拜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專一的信 我們知道當我們提到聖經許多人物的時候 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做過什麼事情 譬如說 我們提到乙諾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他跟神同行三百年 当我们提到罗亚的时候 你知道他做过什么事 他见了一个方舟 当你提到摩西的时候 你会想到什么事 他带着他那一只神奇的拐杖 然后呢 带领以色列人过皇汗 再来呢 当你提到大卫的时候 你会想到什么事情 他有几颗石头 他有几颗很重要的石头 他可能有三颗五颗 他用石头打败了巨人 我们知道当我们提到一些圣经能物的时候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他做过了什么伟大的事情 但是今天我们要看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迦勒 他的名字叫做迦勒 来 圣经中怎么说迦勒 他说他另有一个心智 专一跟从 迦勒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有一个心 哇 天哪 今天你有没有一个心在你的心中 有耶 耶和华有说 他有一个心 你也有一个心 今天你这个心 有没有被耶和华看中 大大的使用 一颗心哦 一颗心 今天加勒他没有做什么伟大的事情 他只有用他的一颗心 我们每次做什么事情都 我一定要做的多崩盘 多伟大的 多么样 让他这样 哇 其实不用 一颗心 就可以让耶稣 让神亲自来跟你说 哇 你好棒 你就是不一样 你就是宇宙不同 今天 耶和华亲自赞赏 加勒 他说 唯独我的仆人 他另有一个心智 专一跟从 为什么他会让耶稣 让上帝赞赏 因为他有一个专一跟从的心 他有一个以神为力量的心 和一身的专心 和一身的能力 加勒他不像摩西一样 他带领很多人 走过那风风雨雨 加勒不像大卫一样 他去打败了一个 大家都觉得哇 他好厉害的巨人 加勒他只有用一个心 依靠神的心 今天我们如果把这段新闻 你往前搬到十三章 你会知道他是在诉说一个故事 就是 他们要去窥探一个迦南美帝 因为耶和华要带领以色列人 进入那个迦南美帝 在还没有进去之前 大家都已经听闻 纳蒂很恐怖 纳蒂很恐怖 所以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在十二个姿态里面 把所有的领袖都挑出来 要他们做什么事情 你们先去看看 看哪一个地方怎么样 那个土壤有没有丰富 人多或人少 那他们的家是盖的用石头盖的 还是用泥土打的 他们要派着十二个人 去到那边去窥探那地 看说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要带枪还是带刀还是要带什么 当他们去了 当他们去了四十天回来 他们说了什么话 我告诉你啊 他们说了什么 你看这个地方来这个是很多水果 番石榴 葡萄 香蕉 他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到我 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 果然是流乃雨蜜之地 他们到了迦南地的时候 他们看见了很多丰富的物产 你知道光葡萄就要两个人扛着才能回到那个旷野 所以那一地是多么美多么丰盛的地方 可是他们虽然对那一地都觉得真的是太棒了 但他们后面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到那一地是吞池居民之地 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声量高大 据我们看自己就如同藏模一样 他们马上说可是我跟你说 那地的人看起来都这么的高大 我们去就好像一只蟑螂一样 马上就会被他们啪 然后就get over 他们把那地的人看成哇怎么会这样 这时候有两个人是谁 约书亚跟迦勒 他们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临近那地 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事 是流奶与蜜之地 亲爱的兄弟姐妹 所有的以色列人听了谁的话 如果是你 今天你会怎么做 十个人说不要去 两个人说去 你会听谁的话 大部分的人都会听十个人的话 同样的以色列人也是听了十个人的话 他们害怕 他们完全忘记神以前怎么带领他们 他们完全忘记他们在埃及所受的苦 他们说我们要赶快回去埃及 他们觉得为什么你要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想要赶快回去埃及 所以他们做出了选择 是错误的之后发生什么 后果就是他们不能进去迦南地 在外面有当了四十年他们才进去 今天你看到迦勒有什么心智 他有一个完全依靠神的心 他说这地是神要给我们的 神要给我们的 我们一定可以得胜 神要给我们的 我们一定可以得胜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迦勒他们专一的跟从主耶稣 是因为他看见 神会赐给他有一颗力量的心 会赐给他有一个力量的心 今天他们不能进去迦南地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看到很大的巨人 同样的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大的巨人 这个巨人是什么 有可能是你的另一半 因为他主导不要你来教会 有可能是你的家人 因为他主导不要你来教会 你就觉得好害怕 你永远没有办法突破他 有可能是你的科业 因为你觉得 为什么我永远没有办法 考到我要的成绩 所以我不想要到教会了 甚至有可能是你的男女朋友 你不要去 今天我们去看电影 今天会影响你的信心的人 就会成为你生命中的巨人 因为你永远无法突破他 你永远在乎他 你想要把他放到最棒的位置 但是神说你要专一跟从我 你要专一跟从我 有一位少女呢 她是在学芭蕾舞的 她希望她可以成为一个芭蕾舞者 那在她年轻的时候 她跳芭蕾舞 她就跟一个芭蕾舞大师说 欸大师大师 你帮我看一下 看我能不能成为芭蕾舞者 这个大师说 好好好来来来来 你跳看看 当她开始跳不到一分钟 大师就跟她说 不可以了 不可以了 你不行 你不行 你不能成为芭蕾舞的女主角 这个女生一听到这句话 回去怎么样 舞鞋脱着衣服脱一脱 就放进去衣柜里面 有没有在穿过 没有 二十年后她结婚 再次遇到那个已经八十岁的芭蕾舞蹈老师的时候 她要跟她说一句话 她说 老师 我想要跟你谈一谈 我想要问你 为什么当初 你这么快就知道 我不能成为一个芭蕾舞者 那个老师跟她说 每一个人来找我 请我帮她看她能不能成功 能不能成为芭蕾舞的女主角的时候 我通常都只看一眼 我就会跟她说 不行不行 你不能成为芭蕾舞的女主角 这个女生当场 就拍桌子跟她老师说 你毁了我的一生 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很成功的芭蕾舞的女主角 她说 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 再来那个老师怎么说 那个老师很淡定的说 不可能 不可能 你绝对不可能成为芭蕾舞的女主角 因为我的一句话 你回去就不再努力了 所以在你的学习的过程中 在你成长的过程中 你也一定会因为某一句话 你就放弃这件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有没有因为一句话 就全部放弃了 还是 你还是继续努力坚持 你还是继续努力坚持 今天 我们信心的大小会带出 你的结果怎么样 是丰收 还是 什么都没有收 今天我们信心的结果 会带出 你是丰收满满 还是你什么都没有 我们最好的信心 就是从上帝而来 依靠神的信心 那才是蒙神喜悦跟祝福的 可是 你一定会想说 每次都在说信心 每次都在说信心 信心到底是什么东西 信心是什么东西 信心就是 当你在难过的时候 可以给你有一个力量 可以让你知道说 我应该怎么做 而不是告诉别人说 欸我告诉你喔 我有信心 然后自己在那边 台语叫做 GAY YOUNG 自己在那边 嗯我很棒 我很棒 可是你的信心其实是虚空的 当你遇到一件事 你就算了不起好了 真正的信心是 当你在困难的时候 你一样依靠神 你就往前走 你就往前走 你在信心上 你可以寻找到真实的自己 你在信心上 你可以寻找到真实的自己 我举一个例子 我相信我们都有做过公车的经验 或者是你有搭过火车 那我想问大家 你有没有被踩过的经验 我们知道被踩过会痛 特别是被高跟鞋 踩到的时候更痛 那一定是人挤了 你被高跟鞋踩到的时候 你整个火就会 過 亲爱的Gay your friends 今天 当你被一双高跟鞋踩到的时候 那时候 转过头来 你看见的是一位很美的女生 告诉你说 你有沒有怎麼樣 我告訴你 有八成的男生會回答什麼 沒事 不痛 沒關係 對不對 我們今天不是要強調英雄粉色 可是 我們要強調的是 我們通常沒有把事實說出來 你通常很少人會說很痛 但沒關係 你有曾經這樣說過嗎 沒有 就說沒關係 不痛不痛沒關係 我們應該要告訴對方說 很痛 但是沒關係 很痛 是表達這個事實 沒關係是告訴他說 我原諒你 但是沒有關係 這是面對事情的態度 今天當我們有信心的時候 你就知道 我們可以告訴神說 我沒辦法 可是我靠著你 就跟你在洗洗澡水的時候 你說不能不能 可是 我知道 耶穌基督會藉著洗澡水的時候 讓我 身體強壯 當你做一件事情很辛苦的時候 你說 哎呦 我真的沒有辦法了 可是 你知道耶穌基督會帶給你信心 今天信心是 你知道你不能 可是你靠著神的時候 可是你靠著神的時候 你就得著那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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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那十個探子 他們沒有看見神的同在 他們只有看見那地的人 高大又強壯 所以呢 他們怎麼說 他們說那是吞吃之地 他說 他們就如同詐猛 據他們看 我們也是如此 哎 人家都還沒說我們怎麼看你們 他們就自己說他們自己不行 他們就自己說他們自己不行 因為 他們沒有看見 當他們定睛在神身上的時候 神就會賜給他們大大的力量 今天信心不是要我們否定 我們的困難 也不是要你逃避困難 而是要你真正去執行的時候 你靠著神 你靠著神 再來 我們看見他有第三個心 就是他有專一的心 他有專一的心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必須說 在這個世代要有專一的心 真的不簡單 因為我們人在江湖 身不由止 每次我們想要有專一的心的時候 別人就會說走啦走啦 每次我們想要有專一的心的時候 他們都說 你怎麼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我們為了要配合我們的另外一半 我們為了要配合我們的朋友的時候 我們基督徒時常是兩難 我們到底要站在哪一邊 但是你看見迦勒他有什麼心 他有專一的心 他說我們去吧 我們就去 你知道迦勒講出這句話的時候 之後發生什麼事情嗎 所有的人拿石頭一樣丟死他們 可見他對這件事情 他的重視性 這件事情 當他說出這句話的時候 他受到的威脅有多大 所有的人都認同這樣的時候 他說出另外一句話 因為他對神有專一的心 他對神有專一的心 今天我們都會覺得我們比較像以色列百姓 通常我們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會問專家怎麼說 醫生怎麼說 網路上的人怎麼說 書上怎麼說 有人問過上帝怎麼說嗎 有人問過上帝怎麼說嗎 當我們時常與神親近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不會去尋找一些有的沒有的 而是你知道 不管我尋求了哪些管道 最後我要做的都是 回到神的面前 最後我要做的都是回到神的面前 因為我對神有專一的心 因為我對神有專一的心 在約束亞後面他記載了 迦勒到八十歲的時候 他還是一樣說 不管我的過去如何 不管我的未來如何 我還是要跟神在一起 我還是要跟神在一起 在約束亞記的十四章十一節 他說我還是強壯 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天 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一天 他四十歲 但是他在八十歲的時候 他說 無論是戰爭是出入我的力量 那時如何 現在還是如何 他四十歲的時候如何 他到八十歲的時候 他還是決定 他要這樣專一的更從神 要這樣專一的更從神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你一定有過懷疑神的時間 你一定有過 沒有辦法發現神在你生命中 執意的時間 你一定有發現 神在我生命所做的一切的果效 到底是什麼 我怎麼忽然走不出去 看不到 但是你一定要記得 不要放棄 迦勒他從來沒有放棄過 他對神的信心 他對神的信心 他沒有做什麼偉大的事情 但是他只有一顆心就是 他專一跟從神 他只有一顆心就是 他專一跟從神 他沒有當他老的時候 他還說 不行啊 我已經年紀大了 我不要做了 他說 不管是戰爭 或者是出入我的力量 那時如何 現在還是如何 當他八十歲的時候 神要拆遣他的時候 他依然說我就在這裡 他依然說我就在這裡 所以 我們不要再三心二利 我們就是要專一跟從神 今天 不小心你中了一億了 神說 可是我明天就要帶你回天堂 當他給你選擇的時候 你要選擇什麼 我剛中一億了 我怎麼可以回去呢 對不對 當你有專一跟從神的時候 你就會說沒關係 這一億留給下面的人 我把他捐出去也好 我要回到天堂 今天你要選擇什麼 你要選擇專一跟從神 還是專一跟從別人 在你的心中 在你的心中 你有沒有 你的那顆心 有沒有跟佳樂的心一樣 從你年輕到你年老的時候 還是一樣 選擇專一跟從神 美國有一個教授呢 他在黑板上寫下十二個英文字 叫做G-O-R-D-I-S-N-O-R-U-H-E-R-E 好 你們可以去想 這幾個字 他可以怎麼猜 他考考他的學生來 大家一起猜猜看 這個字他可以怎麼猜 哦 不錯 我們有人猜出正確答案 好 有的學生呢 猜什麼 對 上帝沒有在任何地方 那另外一群學生猜什麼 上帝現在就在這個地方 如果是你 你會猜成什麼 上帝沒有在任何地方 還是上帝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所猜出的都是 後面的這個答案 英文對佳樂來說 他所猜出的也是這個答案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猜出什麼答案 你可以自己去想 你可以自己去想 最後我們看到的是 佳樂因為他一生跟從神 他得到了一個很大的祝福 他得到了一個很大的祝福 好 他得到一個祝福是在 記載在約書亞十四章十三到十四節 於是約書亞為迦勒祝福 把西伯倫給他為業 所以西伯倫就做了迦勒的產業 他把一塊地 一個地區就分給迦勒 是神賜給他 是耶和華賜給他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當你看見你的心 是完全跟從神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後面的祝福 是越大 是越大 勝過那一億 因為在天堂 沒有哭沒有痛也沒有眼淚 但是你在地上花了那一億 你還是一樣會有痛會有哭 會有眼淚 所以我們知道 當我們專意跟從神的時候 你得到的祝福是很大的 最後我們要去想 我們有沒有信心這樣做 你有沒有信心 每一次我們在看電視比賽的時候 當他要去闖關的時候 主持人都會問他 你有沒有信心 然後對方就會 有 對不對 喊得很大聲 今天如果耶穌問你說 你有沒有信心這樣做 你會說什麼 有 我有聽到有一個人很大聲說有 好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能有信心說有 有信心是在我們痛苦的時候 仍然知道要這樣往前走 有信心是在你失敗的時候 你還是一樣會繼續嘗試 你知道不管怎樣 我要做的就是容量死 最後我用一個故事跟大家分享 剛剛大家有看到這一個拿小雨傘的女生 這個女生呢 她遇到了一個下雨天 那小小孩總是會特別當心下雨天 可是當她 老師問她說 你會不會擔心你的媽媽等一下不來接 她說我不會 而且我深信 我的媽媽不但會來接我 還會帶傘來 所以這個小孩子她永遠都不擔心 她會怎麼樣 因為她的信心是依靠她媽媽 她知道她的媽媽會無時無刻的保護她 她媽媽不僅會來接她 而且還會帶傘來 她媽媽不僅會來接她 而且還會帶傘來 今天信心賜給我們不懼怕的生命 賜給我們不懼怕的生命 當你害怕的時候 你要記得 將你的心仰望在神的面前 定心在她的身上 跟佳樂一樣專一的跟從她 跟佳樂一樣專一的跟從她 我們今天要來唱一首歌 是一生愛你 這首歌我們都很熟 我相信在我們的一生裡面 一定會遇到很多 讓我們覺得 啊 怎麼會這樣 可是 不要忘記 神似給你的信心 是大於你自己的力量 神似給你的信心 是大於你自己的力量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一生愛你 請為你 寶貴耶穌 你愛何得的感見 我的心 深深被你吸引 愛你是我 寶貴耶穌 你愛何得的感見 我 我的心 深深被你吸引 愛你是我的心 寶貴耶穌 你愛何得的感見 我的心 深深被你吸引 愛你是我 寶貴耶穌 一生敬拜祢 一生爱祢 一生荣耀祢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祢 亲爱的宝贵耶稣 你爱你的感情 亲爱的宝贵耶稣 你爱好的感情 我的心声是被你吸引 爱你是我利息的 一生爱祢 一生爱祢 一生欣赖祢 一生爱祢 一生荣耀祢 一生奉献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祢 一生敬拜祢 一生爱祢 一生爱祢 一生荣耀祢 一生奉献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祢 在祢 equations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邀请我们闭起眼睛 你闭起眼睛 或许你今天第一次唱这首歌 那我要邀请我们的敬拜传 我们唱上这首歌 那请你们安静的聆听 希望你们在这首歌里面 你真的知道 你一生 要奉献给神 你的一生 要荣耀神 你也在这段时间做个祷告 请爱你 宝贵耶稣 你爱后的 离干天 我的心 生生 被你吸引 爱你是我的喜乐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负责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的随便 或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每次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赶快逃跑 每次当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 我们就赶快躲起来 每次当我们遇到别人反对的时候 我们就害怕的不敢亲近神 但是神说 我看中的不是你做的成功的事业 我看中的不是你很会读书 我看中的是你那一颗心 你的心 有没有时常与神亲近 你的心 有没有真正告诉神说 我爱你 我一生都不会回头 不管我面对到多大的困难 我就是要永远的到你面前 因为我知道你也会用最大的爱来爱我 用最大的祝福来祝福我 神要说不管遇到任何事情 我一生也都爱你 这首歌的歌只这样说 亲爱的宝贵耶稣 你爱而得甘甜 我心深深被你吸引 爱你是我心的喜乐 今天我们的心要因着耶稣基督而喜乐 我们的心要因着耶稣基督而得到释放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亲爱的宝贵耶稣 你爱好得的感情 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 爱你是我的喜乐 一生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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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爱你 一生侵犯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忧 一生爱你 跟随你 你现在的弟兄姐妹 不管你到你现在是四十岁 不管你现在是二十岁 不管你现在是五十岁 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 你都要跟佳勒一样 有一样的性质 告诉神说 不管你现在是出路 或者是征战 我的力量的如何 过去的力量如何 现在的力量也如何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主耶稣谢谢你透过这段经文 让我们再一次去思考